欢迎收看各位约时刻 袭击全台在山脱尔台风离开台湾之后 现在有个更大的政治风暴 袭击台湾而来 而这个政治风暴 就是以柯文泽为中心 我们讲柯文泽过去 他曾经非常努力建构了一个马其诺防线 但他怎么想都没有想到 他的马其诺防线竟然崩溃了 而这个马其诺崩溃之后 让他做了一个大家不可想象的事情 就是他拒绝异讯 本来自信满满的柯文泽 为什么突然在这个礼拜崩溃 这个礼拜我们刚刚讲 当然有一些新发展 现在我们看到的 李文州被收押了 猪牙虎被收押了 在这个对柯文泽来讲 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最可怕的事情是 沈庆经竟然可以到医院去吹冷气 在沈庆经长达是四个小时的征据之后 现在突然他说他身体不舒服 他这个身体不舒服 好像跟过去完全都不一样 然后他就可以住到医院里面去了 所以到底是 他的身体真的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变化 而这严重的变化 让他非要住在病房里面 还是说 现在已经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这个突破性的发展 逼着沈庆经不得不认 而沈庆经当他开始认 他开始可以住在外面的时候 整个柯文哲知道大势已去 柯文哲知道说 他所有的防线全面崩溃 在全面崩溃的状况下 他就开始拒绝出庭 好 我们今天请到解决 民主的大方首席的财经专家 阿豪之后 宋明浩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党电视报总长 吴志强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产品点赵宇轩 大家好 第四位是国民党的台北市员 钟晓平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产品点人王瑞德 大家好 第二位是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林延峰 大家好 好 第七位是资产品点王瑞翰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刚才讲的是 柯文哲这个礼拜 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动作 这个礼拜都是说 就是我拒绝应讯 你说拒绝应讯 倒是讲 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没错 你可以说我去了 我不讲话 也可以 或者说你在那边我不配合 也可以 可是你去都不去 刚刚讲 对院检双方来讲 都是非常不利的一个结果 你有可能被延长提下 你有可能在法官的新政上面 做打了一个更大的杀杀 可是他还是这样干了 他还是这样干 代表他已经收到了 一个非常大的讯息 这个讯息对他非常不利 他已经瓶瓶崩溃的边缘 你说 这个讯息 对 就是沈信经招了 沈信经认了之后 柯文哲所有的防线 全面崩溃 没错 这个三托尔台风刚过 现在整个政坛要刮起一股 叫做柯莱尔的台风 柯莱尔台风 柯是柯文哲的意思 大家要揭开它 是个骗子的真面目 有这么严重吗 为什么这样说 保险我跟他讲 柯文哲在10月1号的时候 他就说 检调拒敌他的时候 他就说我拒绝 我不要去应讯 为什么他不要应讯 保险因为他心里 内心的这个长城完全崩溃 他的马其诺防线完全崩溃 他当初所架构起来的 你人 我有很多人都不会说出来 金流你也查不到 那什么USB你也破解不了 海外账户你也破解不了 我的简讯什么 我的手机你也破解不了 可是保险我跟他讲 现在一个一个 骨牌完全都倒下了 全面崩溃 对没错 因为我们在他之前 非常得意的上课讲说 他在讲求徒理论 求徒理论刚刚讲说 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都不要招 这个是大家最好的 可是这个人性是要违背 所以你怎么样突破这个人性 是他在思考的方向 可没有想到 这个求徒理论 其实有最关键的两个人 最关键的两个人 一个是沈庆经 一个就是柯文哲 对 你说 沈庆经的这个求徒理论 对 他撑不住了 我请问你 现在沈庆经人在哪里 在医院里面 他在医院 对 他从9月5号就一直说 我要这个聚保就医 这样说 从9月5号 然后当时的这个检调意思 你又没有出具相关的 这个所谓证据 可是这样9月25号 他被这个约谈了 14个小时之后 没多久 他居然就住院了 保洁 而且9月25号 他约谈之后 接下来有非常多的大动作 朱雅虎跟李文中 才会今天被收押 所以说沈庆经被约谈了 14个小时 沈庆经可以租到医院里面 这是一个重大讯号 当然他告诉你什么 他可能已经讲了 非常多重要的事情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他看到 接下来朱雅虎跟李文中 都被收押了 而且朱雅虎还认罪了 那我能够怎么样呢 而且今天对他来讲 更不利的是什么 今天彭震生也被提训 然后应小卫也被提训 还有另外 吴顺民是第一次被提训 他也被压了一个多月 所以说到时候实际上 显然 因为吴顺民是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 所以显然 有更完整的拼图就出来了 那尤其这几天 不是大家有解密的吗 你这个所谓的 210万有7个人捐给你 现在都知道了 金华城 就跟金华城有相关 而且里面有5个人 已经承认了 我没有那个钱 是上面叫我交办 那这不是对价关系 发生什么呢 所以金华城 已经有对价关系出现了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他知道 他现在可能已经 真的再撑不下去 所以让我面对说 这个检掉队友 所有证据摊开来 给我致命理几说 不如我先躲避 我即使躲避 虽然说我未来 可能会面临到薪责更高 但是先让我想一想 我接下来怎么面对吧 而且刚才讲到 金华城这个政治现金里面 7个人头里面 有5个人已经招了 讲得非常明白 这个现金是公司给的 公司给了现金 把他们当人头 然后再把他捐到了民众党 而这个时间 就是金华城 刚刚讲 印小微便当会的前后时间 这个时间 加上这个金额 加上是微金集团 直接给的现金 这个对价关系就出来了 这是台面上 我们知道有对价关系 但是宝杰 我刚才讲 虽然目前为止 还有对他更不利的很多东西 他的真面目要被揭开 这还有更不利的 第一个USB1500这个小省 这个他已经确定了 因为你里面还有给赖湘宁 还有高宏安的账目 所以1500绝对不是 这个所言的时间 是金额的问题 这个已经是非常确定 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们之前在质疑说 冷钱包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有传出来 就是说 检调已经掌握了 他USB里面有冷钱包 你说冷钱包找到了 而且里面还有这个 相关的金钥都被找到了 那你有了冷钱包 你有了金钥 那不就冰头 那不就解开来了吗 对 但是问题是 上礼拜我们不是讲过吗 我们这个调查局的海外金融情报中心 不是启动吗 对 它启动原因就是因为 它找到相关的东西嘛 这找到冷钱包 对 冷钱包 那甚至是有一些海外的账户 这个才要 你要海外账户 当然才有这个调查局的情报中心 去跟海外的国家来说 你这个账户要怎么来购买 甚至不是在一个新闻说 我们现在要启动 两岸之间的这个协商 要知道这个 那显然一定有金钥 不然我去启动这个干什么 一定就是有原因 我才要启动 所以我的目标已经很清楚了 我的这个地点已经很清楚了 不然我就像大海捞针 我到底跟谁谈都不知道 对 那我怎么说是柯莱尔 听说他的手机的简讯 也全部被还原了 手机简讯 里面过去很多这个资料 不论是在WhatsApp啦 Line啊所有的资料 全部过去好几年了 可能都完全被还原之后 保证这里面 你有什么内容 似乎有挖到更多更多的 可能跟他私生活 有关的相关的资讯 私生活 所以我才说为什么柯莱尔的 他的生活不是很单纯吗 他不是两点一线吗 他不是每天早上七点半就去工作了吗 对 保证 他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不是 当然不是 你看他连头发 头发现在都能够变成是 从白色变成黑色 不是就有人说 他以前可能是染头发 现在就没办法染 他还故意把头发染成白色 所以他事实上 他的过去的很多 你看他所讲的话 现在离一认证是 他都讲谎话 所以我为什么说他是柯莱尔 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更全面的 从他的这个过去 跟所有财团之间的往来 他自己的这个金流 甚至他自己的生活 未来都可能会让我们看到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阿伯会出现 好 所以事实上 刚才讲的 你现在把整个时讯 你把你讲 你现在是9月25号 开始14个小时马拉松体讯 9月26号你看到吗 14个小时 我们当时觉得那非常不寻常 是的 如果今天审计金不配合的话 我帮你叫回去 我帮你叫来 帮你叫回去 帮你叫来 如果14个小时代表 你现在讲到东西 已经讲到点了 你已经讲到砍上了 讲到这个东西 我不能让你回去 我一定要马上追根就底 我马上让你划压 就算你后面的事后会后悔 我也不能改变 你这个后悔的事实 结果刚才讲 14个小时的马拉松之后 马上提讯了柯文哲 提讯柯文哲之后 马上兵分这个所谓的29路 开始干嘛 把李文中积压了 把朱雅虎积压了 接下来刚才讲到 现在开始大动作 所有的关键 就在9月25号 9月25号没多久 沈青金又可以住院了 所以我才说 一切发动点 就是9月25号这一天 他在约谈了14个小时 那一开始简单来说 没有啦 他其实早就已经结束 他是因为等不到车 他还故意放这样的风声 但是我们都知道说 他那天一定讲出了什么 不然的话 隔天为什么要再度 来提讯这个柯文哲 那接下来 再从这个9月26号开始 密集你看 9月27号 29路的大搜索 带回了10个被告 还有6个证人 还有李文中 还有朱雅虎 就被羁押 甚至连朱雅虎都认罪 那后来不是传出来 原来那些金流是从来 这个所谓那些人就知道 那些所谓的 金华城的七个人 那五个人认罪 就是从那天开始出现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 该不会就是 审刑金招了什么还是什么 然后现在9月30号 不是传唤 新故乡的这个学者 叫孙凤权吗 另外还约谈陈文中 所以这一切都 接生随乎 对 然后我们 我们昨天前前有个消息说 这个相关的这个 心情看到这个 沈静心 他心情买好了 还吹口哨 吹口哨隔一天 他就去住院 所以你们觉得很奇怪吗 之前从来 你这个检方要你 院方要你 交相关的这个医药的证明 他也交不出什么 所以然 然后结果没想到 前一天还吹口哨 隔一天就说 我住院了 所以你们觉得 就住进去了 这个时间点很奇怪 所以就在住院之后 柯文哲听到说 沈静心居然住院 你想他又怎么想 他住院了 那他一定是糟了 也就看到了 沈静心上我住院的时候 柯文哲下午 对 我就拒绝应讯了 所以他 显然他知道 这个里面出大事嘛 那我们就想 事实上这一次的 这个政商拼图来说话 大家都从他的 政治现金里面 找了非常多 除了我们之前的 这个金华城之外 现在大家要找出了 三个人民 三个人民 分别在这几个地方 就是一个叶姓的兄弟 还有一个张姓的 这个女 这个一个张姓 还有一个这个林姓 他们都约莫也是捐了 大概三十万左右的数字 可是现在连接上来的话 又有非常多的 这个公司又出来了 比如说包括说 这个所谓 无姓的这个女士来说 或是张姓的女士来说 他们都跟 比如说业姓的是跟 华泰银行 华泰银行 对 然后张姓的话 是跟原力建设 事实上你又知道 又有非常多的财团 更多财团出来 还有另外一个 事实上是比较致命的 保洁我们就讲 目前为止来说 金华城当然有金流 可是现在呢 这个鼠卫议员就提供一个资料 就说 现在有一个资料是怎么样 里面来说 你看民众党的捐款里面 有三位人士 这个吴梅芬 陈桂英 还有陈奕华 这三个人 他们也捐了钱 捐了钱的这个时间点 在2020年这个时间点 然后2021年 他们又捐了钱 就没想到 保洁你知道 只继续看里面 他们谁 他们三个人 他们三个人呢 共同在这家公司里面 这个公司里面 担任他们的代表人 你看吴梅芬 陈桂英 还有这个陈奕华 都在星光 星光 然后他们三个的代表人 是许贤贤 许贤贤的公司 许贤贤是谁 许贤贤是吴东敬的老婆 他就是吴欣盈的妈妈 所以呢 居然完全相关 他们在这个时候 捐钱给这个民众党 难道之间有什么对价关系 所以才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争议 出来之后 我才说 为什么我们慢慢要接 慢慢的逐渐 揭开了这个 客户者的真面目 因为他过去的 很多的私底下作为 我们会接下来一一的检视 董事长 我们讲讲 抓币案的时候 最好看的就是那个骨牌倾倒 可是骨牌倾倒的时候 第一个骨牌最难 只要第一个骨牌倒了以后 后面就会土崩瓦解 本来大家以为说 第一个认罪是谁 第一个认罪的是朱雅虎 你说不是 朱雅虎没有省信经先倒 他是不可能倒的 所以你从这里面判断 省信经已经倒了 省信经当天有征询了14个小时 那个当天很怪异 对 他不是做也做不住 又上吐下瀉 这个北检搞14个小时 通通病都好了 对不对 这要体力的 北检我去过 北检没有地方给我睡觉的 北检问了一拜 你旁边先睡着 没有那个 更难过的地方 就是办公桌宇 你能够 省信经不是已经到 上吐下瀉 全身站走 要征询14个小时 我也对 我在省信经的健康情况 虽然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跟他聊天也聊过好几个小时 对 大家算很熟嘛 他哪有这个体力跟你搞14个小时 如果他不愿意的话 他为什么要愿意 为什么 谈判嘛 他一定是愿意跟检察官谈嘛 否则他不会 他撑不住了 所以他当天看到的东西 他没话讲了嘛 那这个东西很简单啦 就是今天 威京的钱 汇到党部 那党部的钱 汇到木可 而木可的钱汇到 看完这口袋 这个已经是串起来了嘛 或是有可能串起来 他知道这个事情破功了嘛 所以你说 基本上 金华尘埃里面的政治现金 已确定有七个人头 七个人头里面有五个人头 已经非常确定 讲说 他们的钱 现金就是威京集团给的 给了他们的钱以后 他们就直接交到了民众党 这个钱如果非常清楚的话 现在想要抵赖 沈清晶想抵赖 也不能抵赖了 沈清晶知不知道 他有汇钱到民众党 当然知道 给他盖 他就认了嘛 赖个鬼头啊 你有汇钱给民众党 他没有给你好处 你汇钱给他干嘛 对不对 然后你连结了嘛 你连结了以后 我已经可以起诉你了嘛 你这个案子也可以定罪了嘛 那你不配合我的话 你就是白花时间而已嘛 所以他怎么办呢 所以非配合不可啦 他没有 沈清晶对于柯文哲 没有道义可言的 他跟柯文哲什么道义 完全利害关系而言嘛 对不对 所以他干脆 他认完的话 他不要忘记 他中间有一个麻烦事喔 他有一个背信的部分 对 背信的部分三年以下 可是他是重金配 七年以上 七年以上耶 他超过一亿元的余议 他是搞到五六亿出去 对 所以他如果说 他没有跟检察官讲好的话 他那个背信要判到五年到七年耶 所以他那个收行贿的话 是一年到七年 对 所以麻烦是在他后面那个背信啊 背信如果检察官愿意 连带一起豁免的话 对 他整个事情就会变成 会变得很轻松过关嘛 你知道吗 所以你说我本来是要保这个所谓的 精华广场的这个土地容积率 我保护容积率 所以我就不能认 可是如果今天刚才讲的 你精华成这个政治现金 你已经透过这些人头转进去 你现在勾连起来 你已经贪污已经确定了 贪污确定了以后 你八百四保不住 八百四既然保不住 我就要保我的性命了 保钱困难啊 不见得说保不住啦 因为台北市政府 虽然有议员啊 虽然有市长啊 当然问题还是扯嘛 因为扯这事情呢 沈经纪很会扯 扯皮它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扯皮扯很多年 房子盖完也卖完了 对 再告啊 诉讼啊 他反正我不敢讲说 八百四百分之百没有 八百四困难嘛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马上就有保命的问题 对 现在我每天上出下线 我怎么跟你玩啊 反正已经大势已去了 所以照你这样讲 今天当这个沈经纪 可以住到医院的病房的时候 柯文哲就知道大势已去了吗 不 沈经 柯文哲贴到李文中收押 就大势已去了 不用谈了嘛 朱雅虎认罪嘛 对 朱雅虎认罪这个事情 我现在很简单啊 朱雅虎他不敢得罪沈经纪啊 好不好 我应该确定的讲一点啊 知道吗 因为沈经纪的背景 其为复杂啊 朱雅虎敢背叛他吗 给他 竟然十个胆他也不敢啊 我讲白的啦 朱雅虎只是一个退伍军人而已啊 他没有看到沈经纪的认罪出 他不会去认的啦 朱雅虎百分之一百啦 他这个不是忠诚度而已啊 这还有包括他的饭票 包括他的退休老命啊 那是黑道的规矩 当然是黑道规矩啊 小沈以前是干什么的啊 小沈以前是宇宙帮老大 他坐过牢的 杀过武士老 砍过人的啊 宇宙帮老大 他跟我讲的不是我跟他讲的 他每次跟我吹牛 他已经是 他是这个篮剧场那边老大嘛 所以朱雅虎不敢去背叛他 绝对不敢 我跟你讲 他一定是看到沈经纪的东西 他才敢签 可是签不下去 他没这个种 那所以这个逻辑就很简单嘛 所以我非常有把握地讲说 沈经纪已经放弃 已经棄手了嘛 所以后面就快乐了 你看到没有 现在住医院 晚上可以打开电视 可以看关键时刻 对 什么都知道 还可以吹口哨 对 什么都有了嘛 那这个东西他没有卖 没有卖柯文哲会这个待遇吗 没有 而且卖的东西一定非常详实 你瞧沈今天沈总裁 就是一个上吐下线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你跟我配合 我当然跟你配合啊 他现在住院的话多舒服啊 对 对不对 我如果是这种住院的话 所有的住院费用 可能是台湾中华民国政府 帮他付耶 所以是豪华待遇 好 所以也凤 你也认为说 他的马吉诺房间破了吗 沈静静这个骨牌子倒了吗 现在按照师兄讲的 柯文哲的风暴才刚要开始 今天跟朱雅虎他已经认罪 他说他行贿 两个关键的人 一个叫做朱雅虎 一个叫做什么 李柯南 李文中 所谓的李柯南是什么 最能够了解柯文哲的男人嘛 过去他信任50年的这个男人李文中 那一天他为什么 他是柯文哲的男人 他是柯文哲的男人 王的男人 最信任的男人李柯南 对不对 而且帮忙柯文哲 专门在处理一些 狭回书跟政商关系的嘛 那一天为什么柯文哲他不敢去 为什么敢去 他就是在等李文中的证词啊 李文中没有讲 他怎么能讲 他如果万一李文中 从头到尾坚持说 我都没有认 对 那我告诉你 柯文哲绝对不会认 但他要听李文中 到底讲了一些什么啊 因为他 朱雅虎认罪 我相信 律师一定有跟柯文哲讲 但是李文中讲了什么 那天他从来没讲 那再来呢 那一天柯文哲没有去提训 检调单位提训的谁 提训的李文中啊 所以现在李文中讲的话 绝对会重伤柯文哲的内容嘛 所以你去看喔 李文中他现在啊 还有他的过去啊 他在柯文哲的身边 包含他在北捷的这个 装信女秘书 都已经被剪掉叫去问了 那不是查柯文哲的行程 现在也去查李文中的行程 要把柯文哲的行程 跟李文中的行程一加起来 就会可以看出你们俩在干什么了 没错 而且不是只有金华城的案子喔 你还有没有讨论包含像北市科啊 其他的这些几大案 包含政治献金案 再来还有黄珊珊 大家也不要忘记他的角色嘛 对不对 现在整个民众党叫做什么 甲挺科 真应妇 我告诉大家 过去柯文哲他们出事的时候 民众党不是号召说 我们要办这个户外开奖 我们要办座谈会 五十场 对不对 五十场 结果我去调了资料 你知道他们办在哪边吗 在哪里 办在什么万华很小的一个共享基地 你知道各县市喔 它那个不是民宅出租的啦 就是很小的地方 你知道那个四号共享空间 最多容纳人数是多少人 几个 二十人啊 二十个 坐满喔 才五十人左右啊 我说你民众党今天要喊冤 大家喊冤怎么样 敲锣打鼓啊 我们怕人家不知道嘛 对不对 结果你们民众党是怎么样 五十个 五十个 最多五十个 现在整个场次规划下来 全国全台湾 二十三场 一场上你算五十个 我林延峰办一个活动 可能都超过一千人了 你整个民众党办这个活动 然后选在那个很隐秘的地方 我想说难怪人家叫你们是什么 白脸叫嘛 白脸叫嘛 你怕人家知道是不是 喊冤还喊得 小小声怕人家知道 有这样子相挺的吗 所以我就说 民众党他现在包含 你说黄珊珊也好 黄国昌他办的新北市市场 是因为他想要选新北市市长 那你有看到他们现在在其他的地方 街头上面大张旗鼓吗 全部都没有 所以代表是说这种 大家都在跳船 好 不想要再跟柯文哲 有任何的关联 好 雨萱 刚刚讲这个风暴 即将展开这一位 非常关键的是那个USB 这个USB现在竟然是阿伯的 秘密账册 秘密账册里面怎么进 怎么出都有 现在还江湖传言更夸张的是 冷钱包找到了 冷钱包的金钥找到了 冷钱包的金钥现在只插密码 更可怕的对阿伯来讲 杀杂地更大的是 他的对话记录 保良哥 现在课文者叫做双破 什么意思 第一时间 他的所有的创贡网络 创贡的马其诺房线 请问一下破了没 破了 完全破了 而且这个爆发点 根据刚才讲的 就是从沈金星开始 因为如果今天不是沈金星先招任的话 他是不可能住院成等 因为各位我请问一下 剪掉牙沈金星的目的是什么 取贡 就是要你取贡 就是要你讲出来 你的不舒服就是我们的筹码 所以如果说今天你不舒服不舒服 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好好好 那我让你去租医院 吹冷气躺在壁床上 然后你沈金星再回来的时候 请问一下有用吗 没有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压你干嘛 对 所以让他去租医院 就代表 沈金星招了 所以租牙武看到说 老大招了 我才会跟着招 这个都已经一人串的土崩瓦解 所以柯文哲才会说 好啦 我干脆不要出去应讯了 因为我回答不了了 没办法 你们都招了 我根本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如果证据一个一个摊抽下来的话 所以各位 第一个 他的串购网络已经破了 唯一现在剩下的就是李文中 那李文中又不会破 也会跟着破 为什么李文中绝对也跟着破 否则你觉得想想看喔 李文中如果要扛下来的话 十年以上甚至无期徒刑 请问一下他是傻了还是撞到了 他干嘛替柯文哲扛这个锅啊 钱又不是我在赚的 所以李文中也得跟着破 所以李文中刚刚想到 你的刑期是十年以上喔 对吧 更可怕的是什么 第二个 第二个叫什么 人色崩坏 这是第二个破 而且你等一下喔 不只是冷钱包 冷钱包里面可能藏了多少钱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什么 九牛一毛欸 那都是阮三喔 收费喔 打雷毛 打酒后的 冷三三头喔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什么 210万啦 100万 几百万 你说 100万在柯文的眼睛里面 只是阮三的 只是半熟力 真的上 真的厉害是一来一去的 所以你想想看喔 这个冷钱包唯一能够招够了谁 也只有省静心而已 所以当今天冷钱包出来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知道柯文哲人色会怎样吗 如果是5亿 如果是10亿 不好意思喔 整个完全的崩坏 但更可怕的是什么 对话记录 包林哥你还记不记得 柯文哲曾经在飞机上 讲过一件事情 我记忆有心 那是我报的嘛 他跟在场的所有人讲什么 他讲啦 我是不怕喔 那个钱喔 他们去找啦 但我最担心的是喔 如果我那个手机记录喔 USB的记录喔 被偷出来了 喔 那个报给媒体周刊喔 我会被写得很难听 我整个会乱七八糟的 写得很难听 对这才是大重点 我现在才看懂了 写得很难听 对这才是柯文哲最害怕的嘛 因为你想想看喔 今天 有什么东西会被写得很难听 对嘛 这就是有一件事情 LINE对话记录可以干嘛 可以写得很难听 一定是跟他的私生活 跟他的私德 一定有高度的关联性 那柯文哲到底干了什么 不知道 你想想看喔 原本的阿伯是什么 头发白苍苍 整天翁翁翁 青年情政爱乡土 然后呢 一平如喜跟平民不一样 但如果跟你讲说阿伯不对 他是身还家财万贯 然后与此同时呢 旁边来做有什么 不知道 你这个黑人问号 对不对 我不知道我很害怕 你不要吓我 我太害怕了 我不敢再讲了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状况下 因为现在这个简讯喔 有哪几个 第一个有LINE的对话记录 再来呢还有什么 有Telegram 寶德哥 无事不登三宝店 请问现在Telegram 它的特色是什么 秉密 就是保密嘛 你如果平常都要去LINE WhatsApp 了不起一个WeChat 都在跟中国聊聊天 你怎么会去用到Telegram 然后警告说 没有 这些我们全部都破案喔 那你想想看 这个里面 除了说他交代金流的记录之外 会不会有别的流向 会不会有别的脉络 那更可怕嘛 与此同时冷钱包也是啊 我们刚才讲的 如果说你以十一原则 甚至百亿原则 前面的那个是 蓝山收回 但是在冷钱包里面 可能你发现的是什么 完全的一个大秘宝 乘以十倍 乘以百倍 所以当这些资讯 全部都漏出来的时候 保密哥我跟你讲了 那时候才是柯文哲 第二次 我们讲的 闭案 积压只是第一次 第二次整个引爆 全台湾的高潮 跟高峰才是 好 跟着 所以刚刚讲到的 当沈晶晶 他居然可以去吹冷气 可以租病房 可以甚至有单人房 第二次 柯文哲拒绝应讯 这两个加起来 像你们长期跑剪掉 就知道大草面来了 那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不禁有点纳闷的问说 那么柯文哲 可不可以拒绝 检察官的提讯 可以吗 告诉大家 不可以 为什么呢 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那么检察官针对 这个鸡押禁件中的犯罪嫌疑人 尤其是贪污罪的被告 当然可以直接行使 直接把他给提讯到 台北地县署来 你知道吗 那天他拒绝的时候 罚警愣住了 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 从来没有过 你看各位 除非重病到快要死掉 重病到快要死掉的话 那是例外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倒庭嘛 那问题就没有 大家会问说 既然不可以 那为什么检察官 会后来笑一笑 就说 就让他这个隔旗 折旗 你说啊 身心有状况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我讲坦白了 某种程度上面 还是理喻他啦 还有检察官也知道 他要干什么 他要藉由这个机会 如果你把他这个强制代理的话 要用什么方式 要用强制的 比如说 本来是手铐而已 对不对 我虽然连脚链都可以给你上 然后呢 用扛的把你压的 五花大绑把你绑上球车 都可以 过去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 就强制把你这个压过去的 压过去 那么柯文哲啊 他是一个65岁的老小孩 而且是一个任性的老小孩 妈宝 所以呢他一向认为他自己可以 他想怎样就怎样 你忘了吗 请问一下 台湾有没有发生过调查局 或是联政署到你家去按电铃 要把你这个等于说 那么去你家搜索 把你这个带走 然后你可以一个小时不开门的 不行 你没有啊开玩笑 过去发生过种事情的话破门 对不对 那么被警察官跟联制官员 被带走的时候 强迫一定要在全国的媒体前面 抢明镜当公 要给我个交代 我是在野党的主席啊 你怎么可以说我家等等啊 那台湾也没有发生过 可以直接 那么在这个等于说 这个被收押境界的时候 叫律师讲说 请警察官啊 那两个月的时间 好好进义务去查 我也会尽量配合 我请问你 如果他要尽量配合的话 为什么四次那么出来 这个等于提讯透露出来 第五次他拒绝 很简单 因为发生了一个天大的变化 什么变化 什么变化呢 因为朱雅虎承认行为被羁押境界 因为李文中 那么等于说 那么虽然他否认 但是他也被羁押境界 我问你啊 听到这两个消息 还有听到一个人 虽然全身抽搐 但是可以去 住院 可以有联盆头洗澡 可以冷气 有联盆头洗澡 跟那个直接 有人以为 那个是不一样啊 还可以直接睡在那个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啊 病床 病床的这个床垫是有弹簧的 你知道吗 所以不一样 怎么出独角虎突然 不是 怎么沈青青团 也可以出去了 他们是不是讲了什么 那么沈青青那一天 不是这个 约谈了十个小时吗 听说出来的时候吹口哨 听说吹的那首歌 就是这个 钟晓明知道的那首歌 给我一个温 可以不可以 你知道吗 吹口哨出来了 他吹口哨出来了 你知道吗 他现在吹口哨出来 他现在正躺在病床上 然后吹这首歌的口哨 搞不好连歌都唱出来了 我问你要是 柯文哲你会怎么样 刷死了 我问你嘛 那么他在台湾的医学史上 有没有烦恼烦童 说去关个看守所 关个二十几天 头发从白变黑的 有没有这道理 没有啊 只有一个可能 我相信翁大队讲的 我也相互也怀疑 只有一个可能 他是不是染法 要不然怎么可能啊 故意染白 他这样做 我告诉你 好 我告诉你 你以为检察官 稀罕从你柯文哲 这个贪污罪的被告 嘴巴里面 他问出说 你坦诚所有的犯行吗 你错 检察官今天又约了这个报告 吴盛明 包挂朱雅虎 包括这个等于说 那么这些 全部都找过来了以后 根据我所知道 各位 现在除了我们所知道的 五大案之外 检联单位 现在又多了一个案 默默在调查当中啊 所以你以为 台风期间 大家很爽在放台风架 检察官 连这种调局 全部都出去 而且还约谈了 目前媒体 没有曝光的重要证人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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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语丰